在家庭成员中,兄弟姐妹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存在,他们是除了父母和自己的子女之外,血缘关系与自己最近的人,也是与自己产生羁绊最多的亲人,但感情这种事,最经不住岁月的考验,现实是残酷的,兄弟姐妹越多的家庭,矛盾和问题往往越复杂越难捋清楚,尤其到了中年的时候,就会发现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往是很现实的。 如果有一天,你和兄弟姐妹有了很大的矛盾,然后断交了,其实多半是你单方面的决策,也无法避免管中亏报的缺陷。 在往后的日子里,还是有很多的事情,牵扯到兄弟姐妹,毕竟血脉是斩不断的,迟早有一天,你会发现,兄弟姐妹即使断交了,也要帮以下几个忙,这并不是心机,而是远见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孝顺父母,即使兄弟姐妹之间因种种原因而渐行渐远,甚至断绝的联系,但在父母年迈体弱之时,那份与生俱来的效益仍会驱使着我们,为他们尽一份绵薄之力。 在春秋时,郑庄公勤勤恳恳治理郑国,得到了大臣的拥护,百姓的认可。 但是庄公的弟弟贡书段,却想要霸占王位,并联合母亲武将,反复索要更宽的封地,还有更高的爵位, 庄公看在亲人的情分上,一次次给贡书段好处,但是贡书段暗中招兵买马,要自立为王,忍无可忍之下, 庄公赶走了贡书段,一气之下,对母亲武将说,不到黄泉,不再相见。 过了多年,母亲老了,庄公也知道自己要孝顺,于是,庄公放下过去的恩怨,赡养母亲到老, 明代作家冯孟龙对此事评价,黄泉是母爵一轮,大岁游一格世人,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父母和儿女的关系。 这是天伦之乐,也是天理昭昭,当父母很老了,要照顾了,兄弟姐妹还因为断交,而争吵不停, 这是要遭受天打雷劈的曾广贤文中说,养有贵乳之恩,压有繁补之意。 做人,那就连动物都不如呢,放下仇恨,去照顾父母,也许你会受到很多的委屈,但是你也会问心无愧, 每个人都在父母的养老问题上出一把力,这是反补了父母,也是帮助兄弟姐妹减轻了孝顺的压力, 谁帮谁,说不清,注定是一笔糊涂账,你也就别计较了,落难时要伸出援手。 打断骨头连着筋,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兄弟姐妹之间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, 即使我们因种种原因而断交了,但当对方遭遇困境时,我们仍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, 因为我们知道,在这个世界上,除了家人之外,再也没有人会如此无私地关心和帮助我们了。 在三国时,曹魏政权中有一个叫诸葛亮的大臣, 其姐姐嫁入司马家族,成了狼牙王妃,后来司马家族夺权, 诸葛亮的父亲极力反对,因此诸葛亮和司马家变成了仇人, 诸葛亮和姐姐也变成了对立面,诸葛亮去了东吴做官。 司马炎统一天下,建立晋朝之后,诸葛亮仍旧记得祖上的仇恨, 拒绝做晋朝的官,因此生活颠沛流离, 姐姐狼牙王妃经历一番周旋,找到诸葛亮,并安排时速, 提供生活上的帮助,是说新雨里,记录他们重逢的场景, 阴替四百姓。 再多的仇恨,那也是世事难料,是天下大局, 不是兄弟姐妹,几个人就能改变的。 我们这一生,难免要命运多舛,不会一帆风顺, 当一个人还是良心未泯的时候, 那么他在兄弟姐妹落难的时候,还是会示以援手, 不图什么回报。 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和解,这是一份情而已, 诗经中说,兄弟细于强,外遇其武。 始终要记得,兄弟姐妹的矛盾,是内部矛盾, 并不是拼到你死我活的敌对矛盾, 当外面有人,让你的兄弟姐妹陷入低谷, 或者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,你不能坐视不理, 而是要暂时放下矛盾,去拉一把, 在农村,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场景, 兄弟姐妹常常吵架,因为争夺门口的一块地, 但是有外人来争夺这块地的时候, 大家又会空前团结,不让外人得逞, 分清内外矛盾。 那么内部的矛盾再多, 也不会把关系彻底扯断的地步, 随着时间的推移,关系还是会缓和, 别埋怨下一代,上梁不正下梁歪, 兄弟姐妹即使断交了,也别把矛盾传递给侄子外甥, 要传递好家风, 有的父母,在和兄弟姐妹闹翻之后, 立马就告诉儿女, 以后千万别去你舅舅、叔叔、姑姑家拜年, 你要是去了,我打断你的腿。 也有一些父母, 怂恿自己的儿女,去欺负兄弟姐妹的孩子, 内心的恶毒一时半会是快意的, 但是过了多年,会发现自己的儿女, 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人。 哲学家尼采说, 与恶龙缠斗过久,自身亦成为恶龙。 想一想,你让儿女和你的兄弟姐妹, 折外甥等争斗, 这不是把儿女往火坑里推一把吗? 我们不应让上一代的恩怨成为下一代的枷锁和负担, 相反,我们应该以善良和宽容的心态去教育子女, 让她们学会感恩和珍惜亲情, 不管你对亲情多淡漠, 你要维系自己的小家庭的家风, 维系的方式之一, 就是苦不传人, 千万别把上一代的矛盾传递给了下一代。 给了孙辈和兄弟闹翻了, 但是你仍旧在合适的时候, 帮一帮者, 若是兄弟遇难了, 你还要不计前嫌, 照顾者长大, 看看竹林七嫌里的姬康, 多次发表声明, 说和山涛断交, 但是在姬康遇难的时候, 还把儿子托付给了山涛, 姬康对儿子说, 山公尚在, 辱不孤已。 是的, 给自己的孩子心底, 埋下仇恨的种子, 是可悲的, 埋下善良的种子, 才是传递家风, 对待兄弟姐妹的儿女, 也是如此, 被他人伤害时, 保持一条心, 曾国藩说, 兄弟和, 虽穷蒙小乎必兴, 兄弟不和, 虽世家换族必败。 一个人受欺负, 全家一起出动, 要学会保护兄弟姐妹, 兄弟姐妹之间, 平时打得闹闹, 有些小过节, 都是常有的事情, 若谁在外人那里受委屈, 那便要齐心, 移至对外, 不管, 有多大的成见, 当兄弟姐妹受到伤害时, 放下彼此之间的成见, 移至对外, 兄弟姐妹之间, 只有一条心, 不管遇到什么难题, 遇到什么伤害, 彼此之间能互相温暖, 照顾, 呵护, 那么, 没有谁能真正伤得了你们, 在这个世界上, 真正团结一心的兄弟姐妹, 能做到同仇敌忾, 相互扶持, 并且, 会用心去守护彼此, 让彼此都活得踏实有安全感, 兄弟同心, 其力断金, 未来的路也会更加好走, 吕氏春秋里说, 茶几刻意之人, 茶谷刻意之金, 太多的感情, 变坏了, 是因为你一己之剑, 推己及人, 若是你站在对方的角度看, 会发现自己多么愚昧, 若是你站在天下人的角度看, 会发现, 唯有家人不离不弃, 你稍微主动一点, 伸出手, 那么兄弟姐妹, 也会就泼下驴, 关系总是会改善一点点, 放大自己的格局, 家庭矛盾, 就如微臣一样, 不足为道, 兄弟姐妹, 是一家人, 任何时候, 做到互相帮助, 就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, 罗曼, 罗兰说, 有了兄弟姐妹, 生活才能显出他全部的价值, 一个人活着, 是为了兄弟姐妹, 持续保持自我性命的完整, 不受时刻侵蚀, 也是为了兄弟姐妹, 长大之后, 兄弟姐妹之间的生活, 或许会拉开差距, 彼此有各自要忙碌的事情, 聚会少了很多, 或许平时会有些口角, 说些埋怨对方的话, 有些小脾气, 会任性离去, 但在心里, 对方永远都是自己最亲的人, 有好处, 想到的还是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分享, 手足情深, 懂得包容和理解彼此, 珍惜这种缘分, 此生不离不弃, 做人, 担心好事, 问心无愧, 做人, 留下后路, 来日方长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 欢迎持续关注, 点赞订阅, 点赞订阅,